這四個平凡的一天 一樣的日出,一樣的早晨 廠房裡的大型器具正養精蓄銳 準備迎接開工的那一刻 中台的同仁們都準時來到廠區 就像你我一樣 一天的工作正要開始 這看似平凡的一天 對我們來說,卻有著不平凡的意義 中台不只是一間環保科技公司 其實它反而像是一所學校 這些廢棄的燈泡與PCB電路板 都是充滿生命力的種苗 怎麼去探究它 了解它 讓它每個組成的部分 都能經過我們妥善處理 再次發揮它最大的才能 成為對世界有用的材料 從新賦予新的生命 我們知道這個責任有多重要 因為一旦沒有處理好 它就會變成這塊土地上 難以修復的污染 中台努力踏實地 希望為台灣這塊土地做點事 規模在大 仍保持一貫的初衷 在毫不起眼的細節裡 我們繼續堅持 因為世界在變 所以我們也必須不斷地創新 延伸 專注在自己的崗位上 讓環保的使命得以延續下去 十二年來 中台已經回收了超過五萬噸的玻璃 兩萬五千噸的照明廢棄物 一千一百二十一公噸的螢光盆 三公噸的孔 同時讓這些廢棄物重生 並生產了超過兩億八千萬支的環保再生燈管 未來我們要持續下去 用更多平凡的每一天 去成就這一份不平凡的事業 中台科技 讓平凡的事物重新獲得生命 與否創例